玉旅一辆公车 20号的上午8点左右 在玉长隧道内冒烟事故 司机立刻停在路边 紧急撤离了十多名乘客 没有引发火事 而事件也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故障车辆是由脱掉车业者 拖运至车厂 来了解故障冒烟的原因 一台公车闪着双黄灯 就停在隧道内 原来这辆台东顶东客运 1月20号下午行进玉长隧道的时候 突然车辆后方冒出黑烟 司机吓得赶紧停车 拨打119来求救 公路总局玉里公务段 以及玉里分局 也马上派出人员进行交通管制 由于还找不出 原因造成起染 为了安全起见进出出入管制 不过还好没有大碍 也马上恢复双向通行 那虽然没有起火 但是我们还是谨慎起见 消防队还是在旁边 现在还在待命 所以说但是我们 目前车辆已经开放通行了 因为那个游览车 判断它应该是不会有起火的危险 消防队表示车辆熄火之后 同时间车后发动机没有明显冒烟等情形 现场乘客经顶东客运公司派车接驳完成 事件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故障车辆交由拖吊车业者拖运到车厂了解故障原因 记者高双双预理采访报道